台南科技大學 哈囉 你們好 我是那個台南科技大學 石川西的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 從前從前流過懷舊龍仔 那我們主要是 以零年代之期 零年代的學生進行創作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像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學生生活時期 那這三組呢 就是家庭生活時期 其餘的話是修仙生活時期 孩子公仔龍自己的特色跟名字 名字的話 都是以台語下去命名 像這次的話是 他是個熱愛大自然的孩子 可以看到他就是 把大自然當成是他的遊樂場 所以他身上有那個 日曬吊嘎的痕跡 那旁邊玩冠斗杯呢 是菜桃 以前的小朋友他們衣服複雜 總是要一個蘆過一個穿 即使鋪頭鬆了 屁股露出來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這邊的話呢 是米齡、豆麗、豆麗、愛姐、家靈 對 其實姐姐總是要帶著成群的 兄弟姐妹 就是幫忙叫他 那可以看到 島嶺他沒有穿複子 是因為以前複子缺乏 金金複複 但即使小朋友沒有穿衣服或複子 但是機上不會跑去都是很正常的 那島嶺他就看到旁邊的複雅 在賣力阿藤 於是就吵著姐姐說 他要吃藥 但是姐姐不賣給他吃 我怕的話 是從下課呢 就要趕緊賣力阿藤 忙忙混蛋加進 因為以前生活中好不開 所以小朋友很小的時候就要出去幫忙打工賺錢了 那這邊的話是美玲 她是家裡面唯一的女兒 可以看到因為她父母長期都要在那邊工作農業 所以沒有時間照顧家裡面的三餐 那她一下課制服還來不及的話呢 就要趕緊回家做餐廳兄弟姐妹吃 所以在旁邊玩直飛機的是米布 以前小朋友買不起任何的玩具 所以他們就要用他們雙手來娛樂自己 然後一些他們自己的玩具 用一些飛機的船籃啊 報紙啊 等等的 這邊的話是男女生的經典代表 就是女生的話都是玩丟沙包 跳膀子 男生的話都是玩打陀螺 打花飄 那她是阿姆依 她是阿道 為什麼她叫阿道呢 因為她厚道 她身上有穿她最喜歡的無敵鐵金剛衣服 是她最近台剛系賣的 對 那這邊的話是阿伯 蘋果59年的時候 雲州大魯蝦實驗 武代西海部造成轟動 那阿伯她就是轟房的武代西米 所以可以看到她都會乘下課的時候 拿出她自己手工控制的武代西 就是避人給她的孔去看 那這邊的話是史燕文 塔邊呢 可以跟倒在地上的宗家裡 對 那換蝦給誰看呢 給旁邊這兩個水鬼看 為什麼他們的水鬼呢 因為他們被老師叫出去發展了 那至於為什麼發展 是因為以前小朋友上課的時候都會畫線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桌子有畫線 對 那阿嬤她是恰雜婆 阿伯她是白馬西 那就故意月線了啊 關生期了 就是他們就被叫出去發展了 對 那我們不論是在 學校生活制服上面 或是說一般休閒時候的服裝造型上面 都有西雕 那都要很仔細的去看 很多人對我們的頭有疑惑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講這樣 對 因為以前小朋友生活習慣 衛生習慣不好 所以都是李光頭比較多 對 那李光頭的話 頭是就會很明顯 那以前小朋友都是靠頭 不然就是逼頭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做一些跨時的小組 對 因為會頭做大一點 那身體就可以顯示得比較瘦 因為以前小朋友其實都 發育目量比較多 對 就是比較瘦 那 女生有聊頭髮的話 都適合上三公分的西瓜皮 那我們在 把身上有做一些訊味 變化像那一隻 就很像西瓜的顏色 對 美麗 那什麼做呢 我們主要是從 免燒好火的那種 數字母下去溫存的 有過第一 你 你剛才這樣